要來選一選啦 一是職場媽媽 二是前職媽媽 請問大家覺得哪一種媽媽 比較容易得到憂鬱症呢 幾乎倒是二 又一個是一 為什麼你覺得是職場媽媽 因為她老婆是她員工 因為 對 好容易 換老闆 因為職場媽媽她要一直 在兩個角色之間切換 所以你們辦公室戀情就對了 對 我嗎 這也是耶 超非禮貌 但是有一次我就是在跟 客戶開會的時候 就已經靠近中午了嘛 然後她就進來 就跟客戶就閒聊的時候 就問說現在已經快到中午了 那待會兒大家 要不要一起吃飯飯啊 好可愛 這個來吃飯飯 真的嚇死我 客戶也嚇了一跳 還好沒有問她 要不要問妳 好可憐耶 大家都嚇了一跳 她也覺得很尷尬 在這個過程中 她也是覺得很尷尬 所以就一直說 她是不是很丟臉什麼的事後 但是因為我覺得 因為她忍了一天 都只有二十四小時 做公司事情的時候 她會覺得 那在顧小朋友的時候 會不會沒顧到公司這樣子 捉烏龜跑憋 你講清楚誰是龜誰是憋 但是她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心中還會再擔心另外一件事情 我就沒有辦法放下心 壓力會很大 你知道最近就是 我們才剛把北雲帶回來 差不多 還不到一個月 那前幾天我們去報稅 一離開家門覺得 超猛的 是不是 太清楚 我跟妳講真的 報稅 都去報稅 你知道那個國稅局 大部分國稅局的那個 阿姨啊 那個臉都這樣 你不要面無表情一點 看到她我 哇塞 我看到我媽 仙女媽 真的 很漂亮 好漂亮 所以想她今天來錄影 跟她老婆說 她出外景 三天後才會 是不是 真的是一種舊的 其實真的 那我還聽聽說 為什麼其他人 幾乎都是二 對 像我個人覺得 能夠出來 妳看打扮得漂漂亮 做 對 然後就覺得 認識好多的朋友 好開心 那如果你關在家裡 像錢子媽媽 因為以前 錢一陣我媽還沒過世的時候 媽媽因為年邁了嘛 常常要進出醫院 那我媽就生我一個小孩 我一定要到醫院去陪她 陪她以後 因為我又生小孩 先生都不在台灣 我又要放學的時候 去接小孩 我就這麼一個兒子 所以我盯他盯得很緊 關係就變得很差 然後他哪一科功課不好 我可能就請家教來補習 可是到就考出來的成績 比方說梨化 他就非常不好 我就會說 妳覺得我們 在錢是 坤上掉下來的嗎 他說媽 妳為什麼給我那麼大壓力 我真的覺得 然後我的人生都是妳在決定 我很痛苦 妳不要毀掉我一生 好厲害 很嚴重 對 就很常常起衝突 那時候後來 我就晚上夜深人靜 他在睡覺的時候 就會掉眼淚 就會覺得說 我為了我媽在活 我為了我的孩子在活 那我愛的老公 是天涯走透透 都不在我身邊 我為什麼要結婚 這一輩子都在為家人 或從外沒有一天 沒有 我這一生經過 我都會落淚了我 真的 真的 而且我發現很多媽媽 到這個狀況就是 我好像為了所有的人 都在奔波 可是我好像都沒有辦法做好 所以我好像在 對不起所有的人 而且是 對 然後他大了以後 他就出國會怎麼樣了 那老公誰先走也不知道 到最後還是一個人 就會覺得 要不要到養老院去 好爽 佩姐剛剛講的 就讓我想起我 老婆在剛開始當全職媽媽的時候 一開始她還滿高興的 因為她想說 我在公司都要看老闆臉色 現在好了 在家裡 你們都要看我臉色 後來發現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沒有啦 變成好像 就是為了孩子 更要多的委屈 而且又沒有成就感 對 其實有一個調查 最近在媒體上有公佈 就是 蓋洛普的調查中心 那針對十八到六十四歲 大概有六萬多名女性 她抽樣 那訪問當中 就有些是全職媽媽 有些人是就是有工作的 那最後就是要看說 到底哪一個形式的生活方式 比較容易有憂鬱症 憂鬱的心情 比較少換一下 答案就如同剛才我們的 這個自我的投票 就是二 發現全職媽媽 比較容易有情緒上面的遺落感 真的 那有很多心理的原因 跟統計的原因 我先講統計比較冷冰冰的 是因為 選擇在家的媽媽 有可能有一部分是被迫的 找不到工作啦 小孩沒人帶啦 所以她是 她是 她也想工作 可是她都請沒辦法 對 那當然心情就很不爽嘛 所以這一群人 會把那個數字都拉低 這個是統計比較冷冰冰 那但是實際上 媽媽們在家裡面也真的是 因為小孩子沒有 沒辦法給你升官 對 沒辦法給你加薪 對 然後成就感超遠的 對 其實媽媽還有一個 很大的問題是 她的人際關係 是 砍掉重練 是 就雖然那些原版的朋友 都還在臉書上出現 可是你們話題已經不一樣了 對 她變成要建立新的人際圈 然後交新的媽媽朋友 對 就這樣 這個很現實的問題 對 對啊 因為前幾年 我有機會 被一間韓國公司 請過去工作 那我太太本來是有在工作的 那我就跟她討論這個機會 然後她也說 好吧 那我們去試試看 新的環境 新的文化 試試看 那我們去之前 她周圍的朋友也覺得 好羨慕 因為可以出國去定居 去體驗一個 異國文化這樣 那那個時候我兒子大概快兩歲 那她就轉換身份 變成一個全職媽媽 待在家裡 前一年都很好 都很開心 到處玩 然後到處吃什麼的 那第二年開始 我就發現有點太對勁 然後她常常跟我講說 我很想台灣 很想回去 那朋友圈 像黃醫師跟她講的 要從頭開始 她沒有任何朋友 我就覺得她開始變得有點沉悶 那有一天我就回去 跟她講了一句 非常白目的話 我跟她講說 難道妳又不能從當媽媽中 得到成就感嗎 好白目 整個踩到一個大地了 就當場甩門說我要回台灣 就把門甩就走掉 我爸你好有種喔 我爸 我兩三天就沒再跟她講話 這樣 不過後來大概半年以後 我們就搬回台灣 她又回復工作 整個人就又活起來了 活起來了 很棒耶 可是她有試著要解決問題 對 對不對 但是妳那句話真的忍入所有的人 妳今天回答我感情很害怕 對 一句話惹火媽媽 對 家人有沒有曾經無心之下 講了哪些話 讓妳聽得超不爽 超多句 誰去最好的 來 我老公昨天說了一句 我覺得很經典 經典 對 就是大家反而就很累 很累 很麻煩啊 就說 對 我跟你講 我真的深呼吸 然後氣喘噴氣拿出來犧牲 然後鎮定 鎮定 我覺得太氣了 氣錯了 對 大家有什麼名言講出來 為什麼這麼笨 不上鏡 不上鏡 是因為 我老公 他對語言非常聰明 那我對語言非常白癡 那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我堅持講中文 因為我媽媽說 如果你不會講中文的話 我不會把女兒嫁給你 所以他跟我媽媽講說 他會努力學中文 那他現在學了中文 可以到對岸去上班 因為他會講 厲害 這是我的優點 你看我不上鏡 有這個優點 對不對 對 你欣騙他的 可是我嫁給他二十年 我的英文亂七八糟 因為我兒子跟我老公 都是用英文對話 那有的時候我這樣聽... 大概懂一些 但是有些就不懂 我就會問說 那我老公有時候就會說 你怎麼最基本的都聽不懂 你常常可以看看外國片 或者請個老師來教你英文 你為什麼都不學一點東西 這麼不上鏡 我就會覺得 我已經都活到五十歲了 棺材都錄到這了 對 我說我在學這些東西要幹什麼 我有你跟兒子都很會講 因為我過海關就買購物 都有你們在我旁邊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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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唯一的公平會講 過海關跟購物而已 沒有 沒有 我的人生就這麼簡單嘛 我才比油鹽醬出藏 我也沒有什麼大致 對 然後有一次呢 他有買個進口的 歐洲的眼鏡給我 然後那個眼鏡呢 因為我就戴上去就拿走了嘛 那個店員都幫我弄好了包裝 回家以後呢 要收盒子的時候 它是一個圓的 然後是要轉的 這樣轉開來的 我就這樣一拔 就把它拔起來 我說這個設計實在太爛 為什麼要用這樣拔的 我老公就說 你怎麼這麼笨啊 這個是用賺的 後來我就 當然我不是K的這個 我說我就看著他 這個愛我的人會說我笨 我那個眼淚就巴拉巴拉 一直流 我說我是笨啊 我笨才嫁給你啊 你嫌我笨啦 我變老了 然後就一副 然後我說不是 這是最基本 大家都知道 我說我就不知道啊 他說好 不過 不過我不是 因為妳是我最親的人 我沒有經過修飾 不是說妳頭笨笨 就是這個想也知道 我說 妳還教我笨 要再講一次 要再講 這時候還要趕快承認 自己中文不好 對 我不會表達 我其實是想很可愛 有 那時候最親的家人 有時候都會不經過修飾 對啦 囉嗦啦 就這樣 那如果說我無心的話 就會很... 可是我覺得佩晨凱 她用一種軟的招數 就是我就是示弱就對了 不是 我當初 我是真的覺得她傷了我的心 傷心 還有按下鈴鐺 讓妳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